好,来看看啊 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点点 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一个一点点啊 来个06啊 这个叫装饰器啊 现在的话呢 就来引述我们这个 今天的装饰器的使用啊 装饰器的这个使用 大家注意啊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有一些语言里边 如果呢 你要想计算一段代码的执行失常 基本上呢 这样写就已经是 最优化的一个写法了 已经是最优化的一个写法了 大家注意听我说啊 大家注意听我说 有一些这个里边 你这样写就已经是一个 最优化的一个写法了 但是呢 在我们Pathom里边呢 我们更加的高级 高级到什么程度呢 它有一个更高级的写法 来V行 你现在呢 想要计算一下这个时间 我们来写下这个import time啊 用什么东西呢 用这个装饰器就能够做了啊 这个装饰器 它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你直接写demo括号 然后写一个fo括号 你只要这样写 写完之后呢 它就能够给你告诉你 你执行了多长时间 明白不 大家注意啊 还能优化啊 这是这个优化呢 就不是我们这个其他语言不行啊 Python独有的一个优化 这个叫什么呢 就叫装饰器啊 使用装饰器 能够直接进行什么样的优化 你demo括号 fo括号 它就能够立马告诉你 这个代码执行了多长时间 是不是很神奇啊 不是立马啊 它算完了 它会告诉你啊 它会告诉你这个代码执行了多长时间 那这个玩意怎么做的呢 好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呢 有一点点的会让大家感觉有点不适啊 df来个什么呢 celtm time 然后呢 这个里边传什么呢 首先里边需要一个参数叫fn 完了之后呢 再来一个df这个叫inner inner里边写什么呢 写一个来个fn括号 好 这里边写啥呢 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一个这个start 等于这个time.start 不time.time 然后来个end等于time.time 然后写完之后呢 大家看我写完最后的来个end减去start 点print 代码耗时 好 现在不要聊闲天了啊 各位 你你聊闲天 待会你都不知道我在干啥了啊 retain一个inner 好 好来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写的一个结果 这个语法的话呢 大家先记一下啊 记完之后呢 我先把这个写完 写完之后 待会跟大家说这个咋回事 celtm 然后再来一个 加一个add forceltm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 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们卡了吗 现在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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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现在还卡吗 各位 没卡了是吧 还好是吧 OK 没卡就好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代码我写完之后啊 我现在运行一下 走 等他点啊 等他点时间 大家看啊 你注意看看这个情况 现在很有意思了 你看 这个地方直给我打印出来了 而且还告诉你耗时 这个代码耗时多长时间 看到没有 你们听这么清楚啊 是我刚才是在喝点东西啊 喝了点东西 喝了喝了点牛奶啊 哇 这边收音效果实在太好了啊 这个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吓人啊 我就喝了那个牛奶 然后就刚才早上早餐哈 然后这个这会有点 有点渴了 然后喝了一点 都听得见 这么清楚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夸张啊 存牛奶啊 我喝奶只喝存牛奶啊 喝水只喝 存净水啊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好 来看看啊 没有问题吧 好 来看看啊 这个 你看啊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代码呢 就非常的有趣了啊 非常的有趣了 大家注意啊 来 回来看啊 来 回来看啊 丁同理 你说的话 说的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那个什么了 不敢有气体的排泄动作了 来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代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回来看啊 不要 先不要聊了啊 我们把这个代码精简一下 留一个啊 留一个 先只留一个 让大家看看啊 这个代码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现在呢 我直接怎么办呢 我直接啊 来 大家看啊 我这个代码 我这个代码呢 整个留给大家 有的同学喜欢截屏呢 是不是 你现在可以截了啊 整个留给你 这个代码呢 这个结构啊 大家要记住 这个结构呢 先记住 它呢 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函数里边 套函数的一个情况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代码啊 这个结构呢 先记住啊 这个最简单的那个结构 一定要记住的 首先呢 要定一个web函数 这个外边的一个函数啊 你随便写 写什么名字都行 然后呢 里边呢 需要一个参数 然后呢 大家注意啊 当你写这个at 这个cltime的时候 就是这个at符啊 注意是个at符 看到没有 当你写at符的之后 这里边cltime 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就是这个web函数的名字 它会干一件什么事呢 我跟大家这么讲啊 它这个地方呢 这是python这个 这个叫装饰器的语法堂 就是语法里边 自己内部实现的 它怎么做的呢 它会做这些事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原理就行了啊 不可能跟大家自己写一个 不可能给自己 大家写一个装饰器啊 这个太太太太难大家了啊 它会干一件什么事呢 它不是自动雕用啊 它会干这么一件事 它会把这个demo 给谁呢 给这个iPhone 那当然也是自动调用啊 先说一下啊 那我跟大家说 这个调板会干什么事啊 第一件事啊 这个第一件事啊 第一件事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调用谁呢 调用cltm会调用它 大家可以看我把这个demo也给它去掉 现在我什么都没调了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两个函数 一个叫cltm 一个叫demo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写了一个cltm写完之后呢 它会干啥事呢 大家就我在这写一个 来个print来个是 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外部函数 我被调用了 来看看啊 来大家看 我来运行一下 走你 来走 同学们看看 大家看 这个代码写了没有 我是外部函数 我被调用了 也就是啊 只要你写了这个addcltm 它立马会掉这个 会掉这个函数 明白不 会掉这个函数 对 五月份同学说的很对啊 然后你再写完之后 它会怎么样呢 第二件事啊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呀 就是把这个被装饰的函数 传递给谁呢 传递 传递给这个这个fn 就啥意思呢 第二件事会把这个demo 它会有一个动作 会把这个demo传给这个fn 会把demo传给这个fn 明白不 好 我们来看看 再打一下这个地方 再打一下print这个fn 等于 来一个 第二 format啊 来一个这个叫fn 大家看看啊 我们再打一下fn 看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啊 现在你看这个fn是个什么 是一个demo函数 看到没有 是一个function一个函数 是demo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一步啊 你就写了一个addcltm 写完之后啊 它会立马掉cltm这个函数 同时呢 把这个demo函数传给这个fn 大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能跟得上吗 能跟得上吗 这个不难吧 这个是它自动做的啊 这个是这个语法 这个装饰语法自己做的事 好 都能明白是不是 好 那再往下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一步啊 做完之后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inner函数 有没有被调用了 inner函数有没有被调用 inner函数有没有被调用 没有啊 inner函数没有被调用 大家注意啊 inner函数是没有被调用的 然后呢 这个第三件事啊 再跟大家说一下 第三件事 你再写这个demo 你再写demo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 你再调这个demo的时候 注意啊 第三件事很重要啊 也是很难的 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再调啊 当再次调用demo函数时啊 函数十 此时的这个demo啊 此时的这个demo函数 已经不是谁呢 已经不再是谁啊 不再是这个上面的那个demo了 上面的demo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难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打一下这个demo print一下啊 这个叫装饰后的demo 等于 大家注意啊 你现在啊 在调这个demo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注意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个是比较困扰的一点啊 你再调这个demo的时候 不是调这个函数了 大家注意 不再是这个函数了 注意听我说啊 一定要注意听我说 这个地方demo不再是这个函数了 不再是这个函数了 对 伟岩峰说了啊 不再是这个demo 不再是这个函数了 而是谁呢 而是 calculate它的返回值 也就是inna函数 明白吧 这个叫装饰 明白吧 这个叫装饰 你现在再写这个demo 已经不在 我再说一遍啊 已经不再是这个函数了 注意啊 这个时候的demo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demo了 它已经变了 明白吧 它变成谁了呢 变成了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也就是inna函数 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记住啊 记住 它呢 变成了这个装置器函数的返回值 也就是这个inna函数 已经变了啊 它俩不是一个东西了 好 我们跟大家打印一下 你看看啊 我们看看 打印一下这个demo 装置后的这个demo是谁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 它现在还是这个demo函数吗 已经不再是了 而是谁呢 而是这个inna函数 看到没有 CRtime里边这个inna函数 它不再是demo了啊 其实现在呢 就有一个过程啊 这啥过程呢 就是有一点点绕啊 我把这个先把这个空格先给它删掉啊 这个在一屏里边 能给大家看 能给大家看明白的啊 我先把这个画画都删掉啊 都删掉 让大家能够看得明白一些 它其实呢 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是这个fn呢 指向了以前的demo 你现在在写这个demo的时候 指向的是这个里边的一个inna函数 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好 那现在就是走马换将 是不是 大家换了一下 这个fn呢 指向原来的demo 然后这个现在你在写demo 指向的是里边的inna 那现在我问一下 我写demo括号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干啥 我现在写demo括号 它其实是在干什么 它是不是执行这个inna函数啊 大家看 它是不是执行inna函数 inna函数里边干什么事了 inna函数里边干啥事 inna函数里边做的事很简单 就是来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再调一下fn fn是谁 fn是以前的这个demo函数 看到没有 然后呢 最后再怎么办呢 再调一下时间 然后再减一下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能够算出了 我之前这个demo函数 它的执行时间了呀 这个就是装饰器语法的一个 基本装饰器语法的一个使用啊 大家感觉如何 这一块的东西 大家看的话 应该有没有 没有太大问题啊 中间呢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 为什么啊 比方说 为什么我一写这个 它就自己掉了这个函数 为什么直接就把这个demo 传给fn了 又为什么我写这个demo的时候 不再是原来这个函数 而是这个inna了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没完不 记住就好了 有点绕啊 但是其实它不难没完吧 没有一点绕 但是它其实不难 这些东西呢 记住就行了 这是python的内部实现啊 用这个语法堂的内部实现 好 这个东西叫语法堂啊 语法堂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通过一些语法啊 写完了之后 你像这个爱德福 这个装饰器语法 它会实现一些 比较复杂的功能 这个到底怎么样弄的啊 你不用管它 没完不 先记住这个结构 没完吧 好 OK 我把这个呢 先停一下 这个图呢 我故意写成这样的 写得急一点 大家如果想要截图的话呢 你可以截一下 截一下啊 截完之后呢 可以看一看没完吧 好 可以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呢 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